各位观众朋友,您好,今天要给您介绍的是一个谋字,谋力的谋。 谋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谋二声谋,猫哦谋二声谋。 谋是个指示字,就是牛的叫声,我们看左边这个牛的小转字体,而右边谋上面的字形斯,就是像牛鸣石口中所出之气。 在柳东元牛腹当中记载谋然而鸣,就是指牛叫而言。 谋也是获取的意思,如汉书识获志当中有,如此富商大谷,无所谋大利。 最终的谋指的就是获取。 谋也是其等相若的意思,如汉书司马相如传,得谋往初。 是说一个人的品德跟早线一样。 谋也当大来讲,如吕氏春秋景听,贤者之道,谋而难知,妙而难见。 谋也是古时的国民,故地在山东省蓬莱县的东南。 谋也是姓氏,是谋国之后。 它也是地名,如山东省有谋平县。 跟谋字同音而形似的还有右边这两个谋字。 这个人部的谋字是其等的意思,也就是指人与人彼此不相上下。 如相谋就是相等。 谋也是获取的意思,如含氏子五度,许姬代识而谋农夫之力。 是说一个农人平时必须要多积蓄,以待不识之需,以便增加农业上的利益。 而这个目部的谋字呢,就是眼中的铜人,俗称黑眼珠。 如明谋就是眼睛明亮。 明谋就是注目。 最后,我们要再提出来的是, 谋字的下面是牛字,所以是收录在牛部。 在书写的时候呢,要请您特别的注意了。 今天节目就介绍到这儿,非常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明天再会。 。